HELLO 大家好,我是Meggy,歡迎收看我的影片 之前的影片有跟大家分享過Procreate的新手教學 那後來收到還蠻多不錯的回想 所以今天的影片想要來跟大家分享 第二集的Procreate使用小技巧 那這一次我找了六個也是非常適合初學者可以來使用的一些功能 那歡迎大家看今天的影片跟我一起學起來 第一個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跟調色盤有相關的 那我之前新手教學的影片有分享過這個吸管工具 那吸管工具就是幫助你去吸你想要放的顏色在你的調色盤裡面 或是直接使用在你Procreate的圖層上 那這次要分享的這一個調色盤工具我覺得是更進階更好用的 比我之前分享的我覺得更實用 首先你先找出你想要加入到調色盤裡面的顏色的圖 那像是我之前介紹過的這個色彩APP 你就可以點進去 然後就會看到很多適合的色調的圖片 你可以加入到你的調色盤 那你隨便選一個你喜歡的 然後它這邊有一個儲存的功能 你就可以保存到你的相冊 或者是像之前我分享過在Pintre上面 你可以直接打color palette也會有很多那種色系圖 就是很多不同的色系要把你搭在一起 這個時候再打開你的Procreate 那打開Procreate的同時呢 你也叫出你剛剛原本的圖片APP 這時候你就會用到分割畫面 然後你就會看到兩個畫面在這邊 你再點開調色版 然後另外一邊的分割畫面是 你存放那一張你想要加入調色顏色的圖片 那這邊的分割畫面是Procreate的調色版 那這個時候呢你只要一秒就可以把你所有想要加的色系 加在你的調色版裡面 像這樣子點選這個圖片 然後把它拉到Procreate的調色版 你就會看到一個綠色的加號 放開之後呢它的系統就會自己去讀書 這一張圖片所有的色系 然後它就會立刻呈現出這一張圖片的所有色系 在它的調色版上面 我覺得非常的神奇 然後這個功能非常實用 讓你只要一秒就可以把你所有想要加的顏色一次加在你的調色版上 然後大家也可以試用看看 接下來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想要在你畫的這個圖案外面加一層描邊 有幾種方法可以使用 那第一個呢就是可以使用高絲模糊的方式來加入一個白編 比如說這個是我想要加入描邊的圖形 然後這個時候你可以先複製它的圖層 複製之後呢點選選取 然後跳出來它這個顏色就會被選取起來 再點選你想要描邊的顏色 像我加一個白色 然後這個時候你再點回剛剛copy的這個圖層 然後按填滿圖層 這個時候這個圖案它就會變成白色的 它變成白色之後呢 這個時候你再到上面這個調整的部分 按高絲模糊 然後要記得按圖層這個選項 然後你就可以往左右調動這個高絲模糊的程度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它就有這個小光暈出現 選好之後呢就可以到旁邊這個選區工具 然後點出來它就會跳出來這個選項 那記得要選擇自動 選擇自動之後呢按顏色填充 這個時候再點一下這個圖案 點一下之後呢就可以看到它有這個描邊在旁邊 那這個時候你也可以稍微調整一下它的大小 調整完之後呢按反轉 這個時候你的描邊就出現囉 那像我一般可能就會把這兩個圖層加入到一個群組 然後就可以做一些調整 第二個加入描邊的方法呢 是透過餘畫跟複製填層的方式來做到的 那假設同樣這個紅色的笑臉 然後選舉起來 然後複製這個圖層 那複製之後呢就可以到選舉 點選下面有一個餘畫的選項 那這個時候你就可以選擇你想要餘畫的程度 那通常不會用的太誇張 可能用個五六趴之類的 用好之後呢就到這邊 然後你就可以複製這個圖層 這個時候再把它們兩個合併 然後再複製 合併 重複這幾個步驟 你就可以發現它的描邊越來越清楚 好 那比如說我現在覺得它這樣子的長相呢 已經符合我想要的描邊大小 然後這樣子也完成了一個圖片的描邊大小 大家也可以試用看這個方法 那如果你有什麼其他推薦或是更快速的描邊方法呢 也歡迎跟我一起分享 再來跟大家分享如何在塗色的時候呢 不會塗出你的圖形的邊框 那主要有兩個方式可以使用 第一個方法呢非常簡單 就選擇這個圖層 然後點一下 有一個叫做阿爾法鎖定 點選之後呢 你這個圖層的背景就會變成格子的形狀 那假設我現在想要在這個笑臉上面夾一些小瀏海 那我就可以這樣子塗色 確保它不會加到其他的圖案 像我這樣子畫其他的圖案 它都不會有什麼影響 然後只會在你原本的這個圖案上面做塗色 像我這樣子量指就可以回到之前的操作 另外一個方法呢 就是可以按添加塗層 那這個塗層上面呢 你可以選這個剪切遮罩 那選了剪切遮罩之後呢 那一樣也不會讓你塗色塗到別的地方 那主要有這兩個方式 然後大家可以看自己的喜好來使用 這瀏海怎麼有一點好笑 第四個要來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繪圖參考線 那我自己是蠻喜歡打開繪圖參考線這個功能 那在操作裡面的畫布呢 就可以看到這個選項 那打開之後呢 你也可以編輯你的繪圖參考線 那看個人喜好 像我比較喜歡選一些亮色的顏色 這樣我看的比較清楚 那透明度跟粗細跟大小 你都可以在這邊做一些調整 還蠻方便的 那我平常會打開繪圖參考線的主要一個原因呢 是因為我寫字還蠻容易歪掉的 所以有時候需要繪圖參考線的附著 我才會寫字比較在同一個水平上面 另外一個繪圖參考線好用的功能呢 假如說我今天想要畫一個對稱的眼睛 或是一個對稱的圖案 那這個時候它有一個選項叫做對稱 點選之後呢你可以調整這個線的位置 然後比如說我想要畫的東西是在這個鼻子這邊 那選好之後呢按完成它就會有一條線在這邊 這時候就會有一個神奇的事情發生 當你畫上它的右眼的時候呢 左邊的眼睛也會跟著畫好 有點像是鏡像的感覺 所以就還蠻方便的 就比如說如果你在畫一些漫畫圖案啊 或是畫一些需要對稱的東西 或是一些花紋的時候 你就可以善用這個對稱的功能來使用 平常如果大家在畫畫的時候呢 可能會想要把畫的圖片放在畫布上面 可以幫助你去參考 那主要有三種方式可以加入 那第一個方式呢就非常簡單 可以直接從Procreate裡面插入圖片 那插入之後呢再加一個圖層 然後就可以去靈活你想要畫的東西 像這樣子 畫了一點爽 那第二個方式呢可以使用分割畫面 把照片這個軟體叫到旁邊 然後你也可以這樣子做一個參考 去畫你想要畫的圖案 第三個方法呢就是使用Procreate內建的參照功能 操作這邊的畫布有一個參照的選項 點開之後呢你可以去參考你這個畫布 或是參考你自己匯入的圖片 那像我就選擇我要參考的這張圖片 就可以把它放在這邊 就可以調整你的畫布大小 這個很方便是因為呢如果你是添加圖片 它就會佔用到你的畫布空間 那如果你畫的東西比較大的話呢 用參照的方式比較不會擋到你的畫布 畫的空間也會比較大 所以大家可以試用看看這個功能 我剛剛突然想到如果我要臨摹這種畫的話呢 好像直接在這張照片放一個圖層 然後在上面描繪好像比較方便 打開一個圖層之後呢 然後就這樣子描繪這個邊框 因為現在不是很流行一些無臉畫 就可以用這個方式來畫 然後再把圖層這個照片的關掉 會留下你畫的這個圖層更抽象 但是比剛剛那個好看一點 那這個是適用於如果你要畫那種 零膜畫的話可以用這個方法 那參照這個功能呢 就比如說你有什麼比較大的圖片啊 或是一些參考圖片你想要畫的話呢 就可以使用參照功能 那大家可以看自己的需求去做一些調整 最後一個要來跟大家分享的小技巧呢 是我自己個人還蠻喜歡的 就是如何匯入字體到Procreate裡面 那這個也非常的容易 首先呢你先到這個網站叫做 那這個網站呢它有提供非常多的字體 然後它有一些是可以商用的 有一些是只能個人使用的 然後也有很多不同的字體風格 你可以去做搜尋 那像我最近喜歡的這個字體呢 就叫做New Year 那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那它這邊有顯示它是100% free 意思就是說可以免費商用 然後你自己個人要使用都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那選擇你喜歡的字體之後呢 它旁邊有一個download的選項 可以點進去 然後可以按下載 下載之後呢 這個上面你就可以看到它有一個箭頭 然後這個就是你下載的這個字體 那點選一下 它就會帶你到下載項目的這個檔案APP裡面 主要會是一個壓縮檔 然後這個時候你再點選一下呢 它就會變成一個資料夾 那點選好資料夾之後呢 你可以再點一下這個字體 它就會在Procreate裡面打開 那因為我之前有操作過 所以它就會直接跳到Procreate裡面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操作的話呢 那你在選取的時候記得 打開的時候要選擇Procreate 像這個分享這邊 然後你可以選擇分享到Procreate的話呢 這樣一個它就會加入了 所以大家可以試試看 加入到Procreate之後呢 這個時候如果你想要加入文字 就可以用平常的方式添加文字 你應該就可以看到這個字體 在你的Procreate裡面 假設我現在要寫 你要選擇你想要寫的這個字體 就點選一下 然後剛剛我這個New York的字體 應該在裡面就可以找得到 點選一下 然後這邊就是我剛剛加入的這個字體 做一些微調 還有一些尺寸的大小等等的選取 然後去做一些調整 所以加入字體其實是還蠻簡單的 如果你是要做一些照片的編輯啊 或是像這樣做縮圖的話呢 你都可以使用這個方式 加入你想要的字體到Procreate裡面 以上就是今天的Procreate小技巧分享 那不知道大家在看完這些小技巧之後呢 有沒有覺得哪一個是最實用的 或是你有什麼其他非常推薦的Procreate功能呢 也歡迎在留言區跟大家一起分享 那如果覺得今天影片使用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 也不要忘記訂閱這個頻道喔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 掰掰 我們下個影片 By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